昨天有說過藍白一定會合嗎 剛下高鐵準備參加白沙豚拱天宮建廟活動 被問到藍白河隔著口罩都能看到柯文哲臭臉 但前一天他可是這樣說 初期生藍軍系活動談到藍白河 柯文哲卻喊話一定會合 跟前幾天爆粗口不滿國民黨 態度差很大 不過前提是這個 我們主張由第三方的公正民調 來選出最強的候選人 足以挑戰民進黨的賴清德 輸得退選 如果這樣子才能夠真正達成政黨輪替 完成民主鞏固的目標 這番話等於潑了堅持不比民調 又想當政的國民黨一桶冷水 柯文哲進辦總幹事黃珊珊也強調 和是指政黨和解不是結合的和 柯辦拋出比民調被解讀把球拋回國民黨 國民黨第一時間發聲明 喊話不能 單方面決定 各方的建議或是合作的方式呢 都會納入考量 對比這個柯文哲的這種 比較積極的這個說法 國民黨這種看起來比較像推諉的 這樣一個態度 反映出來就是說國民黨 目前侯友宜的民調 並不如他們自己所謂宣傳說內宣的民調 那麼的穩定 儘管國民黨步步進逼 金普聰還證實曾下令 布達克釋出善意 但從過去多份民調來看 柯文哲幾乎都領先侯友宜 也讓外界質疑 國民黨拋出的藍白河 恐怕最後只是一廂情願 三立新聞 江文賢 梁美君 綜合報導